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 先给大家 继续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何家欢乐 身体健康是第一的 没有了身体健康的 其他都是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明代的永乐一朝的 清花缠织牡丹文的君池 那咱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 这个明代的永乐的 清花缠织牡丹文的君池 这件君池呢 它是属于长孔 圆唇 然后细径 垂斧 斧下连以台座式的托 这个地方 台座一样的托 然后它的整体上半部分的造型 这个是一壶春坪的施阳 族内是呈台阶状的 有里外两圈的色圈 所谓台阶状呢 就是就是 这中间这个地方啊 也是熬下去的啊 这两个地方是色的 就是所谓色圈就是露胎的 这个是窑内这个烧的时候呢 是用着这个垫圈烧的这种的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杜甫的一侧呢 有一个长流啊 所谓一个长流 就是长的狐嘴 这个整个从湖嘴到这出水口这都叫这个瘤啊 它没有那个没有靶也没有饼 这个通体都是有这个青花陈枝牡丹纹 我们看这些这个青花的这个铁锈斑 运散啊 在这里都有都非常的明显的体现 证明了它是用的这个塑料 苏玛丽青料 而且呢 它是青白柚的 那在这个底的部分看的比较明显啊 青白柚的 金池呢 有各种各样的摄像 这个这一种的造型呢 是在永乐一朝创烧的 对 景德镇的官瑶创烧出来的 然后到了宣德一朝呢 还有继续的烧 只不过有青花的 有白柚的啊 永乐的呢 没有没有那个年款 宣德呢 就数上年款了 这种军池呢 原来是用于伊斯兰教的信徒礼拜的时候 饮水过 净手的用气啊 那我们看它这个青花的这个有铁锈斑 苏玛丽青料有运散啊 有运散 有铁锈斑 都非常明显 然后看它的底的圈足 啊 这修足这里头 看得很清楚 啊 哎 我们再看 那这铁锈斑 看着是非常漂亮啊 当然了 这个苏玛丽青料呢 其实可以这样说 它不是 那个怎么讲 就说是 如果要按这个所谓青花的发色上来 不是一等一的啊 最好的 因为它有这种运散 它有这种铁锈斑的沉着 如果要按真正的所谓追求完美的话 它不是最好的 但是 在那个时期 由于苏玛丽青 超过了国产的当时的国产的清料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所以呢 才被人们追捧 只不过它这种运散啊 这个会影响到绘画的这个效果 从现在来看 这个已经成了一种缺陷美 没办法啊 这个只能是这样子的 那乾隆皇帝呢 在他的这个清宫啊 故宫现在存有一幅画叫十一十二图 也叫红利建古图啊 这是这个图 大致最左边这一张的图的大致的全貌 啊 这也叫画中画 画他在这边 有这小太监给他这个倒茶 然后这个后面还挂着他的画像啊 这个画中画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这个小童手里拿着这个 就是这件军池 用它来给他侦查啊 所以就说这个乾隆皇帝 也对他也是非常喜欢的 能把它安排在这张图里 说明足以对他的这个喜欢程度 那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的转发 再次 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 身体健康 万事顺意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